大家好,歡迎來到今集的萬聯新聞一分鐘 剛剛我們殺科戰贏了李斯特成,也成功成為英超第三名 說真的,在這場球賽期間,我就拿到堅尼隊長 我們前隊長堅尼在錄音室講球 我就知道,肯定是多話說的 結果,他真的有很多角度給我們 我在萬聯新聞一分鐘,我想要用兩節的時間 去講一講究竟堅尼隊長的意見 這一節就是第一節關於堅尼隊長的看法 包括前四輩他講一講,以及一個班奴效應 堅尼說,他很有信心萬聯是可以 拿到戰果需要的戰果,令他能進入前四 但他覺得萬聯不應該去到球季的最後一場 才能進入前四 應該淡定有錢剩的那一隻,這就是堅尼這樣說 他說,當然,萬聯我真的很有信心 今天會做得到李斯特城 整場球都發揮得不錯 對於萬聯來說,是一個很困難的比賽 來到這一步,確實有很多事情都很困難 他們一路戰鬥到最後這場球 終於進入前四 我想堅尼的意思是,不是說這場球難踢 他說,這一段時間 都是不停地追追追追追追分 追得失球 追到回來是很辛苦 他就說,始終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開季的時候 開得不好 就不穩定 但是他就覺得,無論如何都好 他就覺得這場球對李斯特城 是應該得到一個結果 結果我們也真的做到 尤其是,他就說李斯特城近排 復賽之後的確是很辛苦 踢得很辛苦 比賽上的效率是比較差的 老實說,之前是帶領這麼多分 慢慢慢慢追上來 結果真的跌出前四 結果明年就要踢歐爆杯 他就說,其實你在一個平常的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曼聯和車路士 應該一定是歐聯的分子 所以他就覺得 無論是曼聯或者車路士 都是一個退步 但是他也說 我當然知道 我們說有前四踢 或者入前四,當然是容易做 這個他也明白 他就說 他就自己覺得 對於英超整個足球圈來說 如果李斯特城入到前四 就是一個很大的 bonus 我想是突破了 但結果就是做不到 我也肯定 這場球踢之前 你問羅渣士 他一定是擦擦擦自己的手 這樣說 是啊,我們仍然都有一個機會 但始終因為 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大的原因 就是雙病的板凳那裡 所以令到李斯特城的金牌 老實說 真的七勞八傷 老實說 所以都沒辦法 另外他再說 關於少少蘇斯克查 和班奴法蘭迪斯的事情 堅尼就這樣說 他說 在這個球季這樣完結來說 真是很難得 但是他好像想說 根本是不是要搞到這樣 就是他覺得萬聯是退步了 他說 我們季開始的時候 有幾個新的防守球員進來 包括麥加亞 阿雲比薩卡 他說 的確需要少許時間 去適應 在萬聯方面 這個也可能他的暗示 就是說 為何我們在這個 季初的時候 表現不太理想 但這就是他的看法 但是 他很明顯 1月 班奴法蘭迪斯來了之後 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這個真的要賺一賺萬聯 可以找到 班奴法蘭迪斯加盟 的確是一件好事 也做得好的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蘇斯加盟在剛剛那幾個月 真的做得很好 他帶領著球會做得很好 當然 大家都會對他有一點疑問 這個 沒辦法 但是 這幾個月 李斯特成和車仔的不濟 其實都會令到蘇斯加盟 有這個機會 去追上前四 甚至乎現在第三完成 OK 雖然我們最近表現 有些稀稀稀稀稀稀 但是 始終都是達到目標 甚至乎有少少超額 因為 原本都想到頭四 現在第三 所以他都覺得 他會給很多的credit 給我們的球員 蘇斯加盟 和教練團隊 OK 這個就是 堅尼隊長 對於我們爭前四 和買人方面的一些評價 不過 其實 堅尼自己 也有說 我也知道 說就容易做就難的 的確是 因為 堅尼隊長和 大巴一樣 都是一些 有一年多的人 一定程度上 會有少少活在 以前的世界上高 但是 我自己 不停提醒自己 戒慎恐懼 真的不能經常活在過去裏面 所以 我相信堅尼隊長 都很明白到 現在的足球不同了 他所說的 萬聯和車路士 應該一定要在前四的行列 亦都不存在 不過 很多時候 子女行奸 亦都流露了這個想法 就是 現在的萬聯就不行了 其實 我覺得很多朋友 都有類似的 不治各地 我想大家都會提自己 一定要 要以時並進 但是始終 年紀較大的人 一定程度上 有少少活在過去 我自己覺得 譬如很多朋友 會說 萬聯今季 取得的分數 就很差 甚至乎 如果這場球 贏不了的話 就是 英超時代 最差的分數 這些是事實 鐵一般的事實 他們沒有說錯的事情 但是 我想 和大家 討論的一點 其實聯賽是不同了 因為我小時候 或者英超初期 英超 其實 每一隊都有相對 比較大的機會 當時來說 這個球會的貧富懸殊 沒有那麼大的差距 所以 每個人都有些機會 每個人都有機會 買到好的球員 或者自己訓練出來 只要你有幾個球員 踢得好 那幾年的聯賽 可以踢得好 但是 慢慢慢慢 英超發展 對到現在 其實說真的 那個貧富懸殊的差距 事實是真的越來越大 我當然不是說 有錢的球會一定會贏 或者沒有錢的球會一定會輸 因為李斯特成 已經告訴我們 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想和大家說 其實李斯特成的財力 都是不差的 李斯特成絕對 就不可以說得 是沒有錢的球會 因為 雖然他們拿英超之前 那一屆差點降班 但其實他們做得不好 因為他們一直都 有些水喉射著 而且他們一直都 在錢方面 不是太大問題 相反 你說 真是比較弱些 球會 其實就是說 譬如 你搬來茅夫 搬來 這些是真的 沒什麼錢的球會 真是全靠英超 那些轉播費 那些頂著 但是現在這幾屆 看到 有錢的球會 那個優勢就越大 沒有錢的球會 那個優勢就越來越弱 也都這樣導致到 增標的球會 要拿90多分才有機會 拿冠軍 正正就是因為 所謂的 以前的中下游球會 都已經沒有能力 跟最強的球會對碰 這個情況慢慢發展到現在 就不是 上半版的球會 有優勢 只有一兩個球會 有優勢 當然那一兩個球會 不是最有錢的 但是有錢 也是其中一個 再加上 他們很好的配套 就令到 他們突出得很厲害 也都因為這樣造成 到 其實第三名 打落的球會 拿的分數都是少了 大家想一想 其實呢 我們這個分數去年 就排第六 今年排第三 再加上 以前 很多時候英超就會說 40分就是穩陣 可以互得級 但是大家今年看看 究竟有多少球會 能夠拿到40分 你就知道情況是不同了 所以呢 其實呢 我要修正一點 我覺得未必一定是叫做 貧富懸殊 但是那個強弱懸殊的情況 在英超的確發生了 而且強者的頭一兩名的強 實在是有點誇張 真的不是說今季的 譬如 前年的曼城 去年的曼城加利物浦 以及今年的利物浦 其實都是強得很誇張的 這個也是近三四年 英超的一個現象 究竟英超會不會發展到成為 好像西甲一樣 只有兩三對爭 或者得甲就只有一對爭 會還是這樣 還是會是其他的球會 如果很好做好 又或者現在上高的球會 只要有稍一不慎 就會跌下來的情況 那我覺得呢 下一季就是一個很有趣的轉捩點 為什麼呢 因為 禮物浦已經連續幾屆都做得很好 曼城 就是因為有點失閃 中堅的問題 令他今年跌跌得很厲害 而曼聯 車路士 狼隊 甚至乎阿仙奴 或者熱刺 這幾隊球隊 在復賽之後 的確表現的確不錯 會不會明年 再加上某些變化之後 就有力增管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所以 明年 將會是一個 我覺得 英超的一個挺有趣的指標 究竟英超的發展會是怎樣的 OK 這節真是長期了 多說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一節的萬聯新聞 一分鐘 之前有一節就是阿堅來對獎 意見的一 我都說了 見到他坐在Sky Sports Studio 就知道一定有很多話要說 上一個第一部分 他說的是關於我們前四杯 還有少少班奴 和蘇斯亞茶 這一節 厲害了 大家可能也猜到 兩個重點的球員 他會說 即管他會說什麼 第一 他就說 普巴 阿堅尼就說 這樣的 我覺得他做得OK 這場球 我就不會 特別覺得 他之前 那兩個月做的事情 是令我覺得 很有心的印象 我們都之前說過 能力 才能 普巴沒有人會懷疑他的 但是他就要 下力多些 做多些事情 這樣 非常之 大隻 強壯的一個球員 他也是有能力入球的 他也 傳球傳得很漂亮的 可以 我很喜歡 看普巴踢球的 如果他是去到盡 或者他表現得好的時候 但是始終我們見到不少的情況 他就未必是表現得最好 尤其是上次那個 十二碼 即是說韋斯涵那場球 這樣 他就說 這樣就是一個 他的表現的寫照 就是說 我想 堅尼隊長仍然 都覺得 對普巴 也有少少有愛有恨 明明你是好球的 如果你長一場 都表現得那麼厲害 他就很開心 但始終他有時候 有些失敗 不過我自己覺得 不是就是普巴 其實現今的球員 很多時候都會有 而且現今的球員 你說長一場都表現得那麼好 其實就 難的 以前都不是 其實以前的球員 都會有高有低 不過那個反差 也沒有那麼大 可能是那個上落也沒有那麼大 但是 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足球賽 老實說 比起以往的足球賽 其實整個踢法上都不同 現在的足球賽 斯文很多 但是體力的要求 也高了很多 還有 雖然我們剛剛上一節 我自己也有說過 其實那個 強弱懸殊 又好像強了 但是你說多了很多 又好像不是 因為除了那兩隊特別之外 其他球隊又好像差不多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不知道堅尼有沒有考慮 不過 我想普巴的而且是一個野火人物 就算我們萬迷早晨 的球迷裡面 對普巴的評價 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較上兩極 所以這個也是 可能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因為始終他那麼出名 好了 第二個 堅尼重點要說的球員 我想大家都猜到 因為他上幾次 提及迪基亞 批評都很嚴謹 很嚴肅 很嚴肅 這次來說 他就直接說到 萬聯要簽過一個 一號仔球員 即是萬聯要簽過一個 正選球員 他就說迪基亞實在是太多 太多的錯誤了 做了 現在他就不能說得上 是一個 英超爭標的門將 正選門將 他說你經常說 我很多話說 我從來 都不是很喜歡他 堅尼從來都覺得 迪基亞不是很喜歡的 說真的 很簡單 可能迪基亞的意思是 你覺得我偏見也好 什麼都好 我是不喜歡他 因為他始終犯了很多錯 而且有些大的犯錯 令到萬聯失了分 如果我們說買人的話 堅尼就覺得 我們最重要的是 買一個好的門將 他也明白 這件事是很難的 買好的門將是不容易 萬聯如果要去爭標的行列 無論是英超或者歐聯 他們都需要一個更好的門將 他們需要一個改變 他們之前也試過 他就說不知為什麼 守門員是這麼特別 不可以更換的 因為他說 萬聯一向都是這樣的 如果一個前鋒 踢得不好 他的狀態下跌了 或者表現下跌了 或者能力下跌了 那就賣走了 中場 防守球員 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 永遠在龍門這方面 他會很緊張 而且很不喜歡更換 希望給他更多機會 給他更長時間 但是他就說 其實迪基亞 已經連續兩三年 都有這樣的情況 我這裏插開一點點說 我估計 他是說 廢Sir 廢家信也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記得 滴滴仔 初初來到的時候 都有些類似的情況 那時候堅尼 應該還在踢 不知道是在踢 還是剛剛踢完 所以我估計 他正在說 廢Sir 也是這樣的 不知為什麼 萬聯總是對龍門 不願意更換 接著我們回到建尼 他說 其實比賽不是這樣的 我們看到利物浦 一換了龍門之後 多厲害 車路士現在的表現 始終因為龍門不穩定 結果就是這樣 也都要換 車路士都不停地換龍門 有什麼大問題呢 如果他做得不好 和經常犯錯的話 你就要改變 如果你是萬聯的買人 當然要換龍門 第一件事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好的龍門 他買過回來 令到萬聯有機會 再挑戰英超錦標 接著他又再加了 他說 我知道蘇斯一茶 現在就不會改變了 他就會繼續用它 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一點都不覺得惡然 當然 當然 他也知道 這場這麼重要的比賽 他也不會用羅美露 因為始終對他沒有這麼大的信心 這場這麼重要的比賽 蘇斯一茶 有一個詞 他在訪問時 經常用的 就是信任 他真的很信任 迪基亞 我就不信任 就是坚而言 但是我也覺得 也不奇怪 他會踢李斯特城的場 這樣 說一點 因為龍門我也是那句 我自己也不太熟 我們也說了很多 關於堅英牽達神 或者怎樣的情況 我估計 既然堅英這樣說 我嘗試解答一下 當然我不會 各位熟悉門將朋友 可以幫忙 再留言回答一下堅英 我估計的情況就是 始終龍門 是他自己一個 經常都說 而且他可以用手 而且龍門 是這麼多位置 即11個人 是最要求穩定的一個 所以 我想 在萬聯來說 他們也都 以往 都曾經試過 有一些很好的龍門 就用了很久 包括蘇米糕 雲特沙都用了一段時間 雖然沒有蘇米糕那麼久 迪基亞其實都算是 用了一段時間 都是幫到我們手 但是也都試過一段時間 不停換籠 其實阿堅英不可能 不記得了 保斯尼治 那幾期 就算後活的時候 都用了一段時間 但是之後 很多時候都經常換龍門 所以 我想 如果公平一點說 就應該說 萬聯如果 標籤了 你是一個很龍門的話 他就真的很難換你 我想 很龍門的包括幾個 蘇米糕 雲特沙 還有 我想 弟弟仔都屬於 但是如果他不是 給這個標籤 你拿不到這個 什麼的話 他就不一定會換你 很容易 一有事就換你 所以我們現在就 堅持在這裏 我們就堅持在這裏 我們就堅持在這裏 我覺得無可否認 如果你看好 弟弟仔整個 在萬聯的生涯 他真的可以幫到萬聯 整個 長遠地 整個 整個 但問題在這段時間 而且他跌倒 還有 有些 蝦露野 我想蝦露野 是雙負雙成的 我們的後防弱了 是一個重要的事實 他又有蝦露野 也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事實 兩元加起來 就搞到很嚴重 所以 是真的有些困難的 究竟萬聯會不會打破這件事 打破這個 好龍門一定要保持 的迷思 還是怎樣 老實說 我反而還有一個因素 要考慮 就是 迪基亞是否真的不能做 如果 這個轉回槍 我們再找到一個好的中堅 真是說後防 真是說真的 做得更好 迪基亞可能會更好 我自己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問我 坦尼 最重要 大巴覺得的一件事 是什麼呢 找一個好的後防教練 因為後防不只是 踢一個龍門 也不只是踢一個中堅 是龍門加上 背後四或背後五 才可以做到一個系統 正正 我經常說 D&Henderson 今年踢得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石非聯系統好 我們 說真的 現在這個系統 老實說 是沒有系統 我覺得 好像街坡一樣 你說是否很有系統地防守 老實說 我就不覺得 如果有朋友 可以寫得出 其實萬聯的防守系統是怎樣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留言 讓我看看 究竟 那系統是怎樣的 我看漏了些什麼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覺得 真的 防守教練 是比我們換龍門 或者買中堅 或者換中堅 是更加重要 因為 老實說 利物浦 堅尼用了來做例子 其實就是因為 雲迪馬上來了之後 他們整個 後防都穩定了 因為雲迪馬上除了自己 是真的不錯 他也真的做到一個 在籌場上高 直接指揮的作用 有一點點像 我們在進攻方面做的事情 那 如果 買一個這樣的球員 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說真的 真的沒有幾多個 這個球壇 所以 一個系統 一個好的教練 去練他們 是更加緊要 更加實際的 OK 今次節目就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Hello 歡迎來到今天的 萬聯新聞 一分鐘 這一節節目就講一些 比較輕鬆一點的事情 好嗎 就是 教練活特 都要面對一個 年輕人 多數 都要面對的問題 究竟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對答 情況就是 大家知道 我們剛剛 連續幾場 都是 捱著捱著 都拿到第三名 在英超 教練活特當然是 其中一個 中央的球員 今年 他們 很可惜 最後那場球 就沒有球進去 仍然 保持著 十七球球的第一季 地標球櫃 仍然是 平了紀錄 還未破紀錄 但是 其實他表現這麼好 蘇斯克查的領隊 都對他有一點微型 那這個微型是什麼呢 原來 就是打機的問題 蘇斯克查在其中一個訪問那裡 就說 如果 教練活特可以少打機 不要捱野打機 主要是捱野打機 可能他表現更好 因為他就說 在訓練的時候 很容易看到 如果之前那一晚 在打機打得晚的話 他的表現就是差一點 射門也是差一點 你看到的 如果那一晚他睡得夠的話 整件事很大 所以 蘇斯克查就說 不要打那麼多 Paystation Greenwood 我想很多年輕朋友 也會曾經聽過 這些提議 很多為人父母的 各位漫迷 也有說過這些話 我相信 但是 這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原來 Greenwood 並不是打Paystation 他是打Xbox 我想很多朋友 都經過這個問題 打的機 你父母 或者你的 監護人 對你打的機 其實是不認識的 不過這樣 這個就 輕鬆一點點說 教練活特 接受Sky Sports訪問的時候 他也知道 也承認 他說 有時候可能我打機 就打多了 但是 我最喜歡的東西 或者我最集中的東西 都是足球的 在球場上高發生的事 或者球場以下 但是都關於球隊的事 對於我來說 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這樣 那麼 蘇西柱好像剛才所說 他就說 如果 阿聯活特 就真的要確定自己 睡覺 因為 他 如果 打機打得太晚 真的 翌日的訓練的時候 被我們看得很清楚 但是 他就說 在比賽期間 這件事 沒有影響過他 他仍然 在這麼多場 對比賽 都是以一個 最佳狀態出現 蘇西柱之前也說過 我要找一些形容詞 去形容 加聯活特 真的很難 因為說了太多次 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容詞 在這個復賽的時候 其實他真的救了我們球隊幾次 他射門方面真的很出色 我們很久之前 讓他上陣 到現在 感覺上好像很久 其實都是短短 一年的時間 他在信心方面 不停不停地 在這段時間 都是增強的 他亦都 很相信自己 很有信心 很有自信的一個球員 當然他的才華 不需要大家多說 大家都不會太過懷疑 所以 實際上 在一隊表現出來 其實就真的 可以見到 實際上 能夠把U隊的才能 在一隊那裡發揮 其實真的很困難 另外 另一位明叔 加里里為你 當然 加一嘴 在兩個不同的訪問 都說 我會跟Greenwood 跟兩個萬聯的球員比較 就是福仔和馬仔 他說這樣 可能比較公平一些 我覺得他們兩個 用了幾年時間 去到現在 他們這麼好的表現 就是現在這樣的水準 但是 Greenwood 在第一季 就已經是這樣的 等級了 我覺得 Greenwood 其實是很聰明的 在球場上高 他亦做了某些事情 另外福仔和馬仔 未必做到的 尤其是 把球放入網 即入球方面 他真的很出色 他覺得 Gary Nephew覺得 加里仔說 12至18個月 他應該會有機會 穿起萬聯的9號位置 即不是說球衣 不是搶 不是搶 馬仔的球衣 是說9號的位置 老實說 我也是那句 我想大家都聽萬微早晨節目 都知道 很早我已經說 三個裡面 福仔、馬仔和Greenwood 最適合打9號位 或者最厲害打9號位 就是Greenwood 老實說 去到現在這一刻 過了大約半年前 應該是大約半年前說的 這件事 應該是一年前 但現在我有少許改變 因為真的看到這半年 阿福仔的進步 對不起 說了 馬仔 馬仔打9號位的進步 真的來得有點可怕 他由柳波不斷死去的前鋒 直到現在這一刻 又懂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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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進步了很多 老實說 直到現在這一刻 我看到馬仔打9號位置的能力 暫時還是微微高於Greenwood Greenwood 始終暫時沒有太多機會 長期打9號位 未讓我們看到 他正式的威力 再加上 始終 他在1隊和U隊的情況 有少少不同 他現在也讓我們看到 他打邊鋒的長處 但是 我都說了 就算他現在打旁邊的球員 但你看到了 其實他不小心 也是湧在中間 所以 我相信 在接下來的兩至三年 福仔 馬仔 Greenwood 三個都會 輪流 或者是正確的場次 可以打到我們9號的位置 因為福仔 雖然近來的表現 真的差了一點 但是 其實他在一些 譬如我們防返 或者真的 前面比較少人的情況之下 他都絕對可以擔當我們9號的角色 因為始終他有一個速度 而且他在高速的盤流方面 其實在三個裡面 現在都是清先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打一個順防返的話 其實福仔也可以勝任9號的位置 所以 其實真的是萬聯之福 我們三個前線的球員 又可以打邊 又可以打中路 三個其實 在不同的場置 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甚至乎在同一場球 都在不同的時間 可以做到不同的事情 其實真的是萬聯之福 好 說真的 如果有新組 如果Daniel James 可以打回 比較繼續 因為Daniel James 真的要進步多些 打回起的話 其實我們的攻擊線 就相當相當英俊 也都 再說一次 全部都是年輕球員 大家知道嗎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 前線來說 我們確實是很好的 希望繼續保持下去 各位前線球員 繼續發揮自己的長處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為我們萬聯 拿到一些應有的進攻 以及入球 在射術方面 除了我萬聯 會否繼續 另外幾位球員 新組未來 我不計算 福仔馬仔 和Daniel James 在射門方面 絕對絕對要多些輔功 Greenwood繼續繼續 我覺得 對萬聯 能夠有入球的能力 當然 還要有輸送 這樣的話 真的都很樂觀 今次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完結前大家看看 我們萬迷早晨都有清訓行列 第二條片 清訓的第二條片 很快 過多幾天就會播出 大家請留意 如果未看過 我們萬迷早晨的清訓影片 請你們找回 有一個叫做 萬迷早晨清訓計劃的playlist 或者你搜尋 萬迷早晨清訓計劃 就會找到的影片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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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